澎湖四面环海 虽然防疫规定是限制户外10人以上的群聚 但为了避免可能的散播 县政府为解封之后 海域细水游泳还是禁止 就有民众表示 陆地上有些场址都已经开放了 海边宽阔的地方反而禁止 感觉好像特别的奇怪 受到疫情的影响 县府规定海边不能够游泳细水 许多民众都憋在家里 判到13日为解封之后 是不是可以到海边游泳运动 但县府表示 虽然违解封之后有些运动场馆有开放 但游泳池还是没有开放的 尤其是海边游泳也是没有违解封 运动场所的部分 我们运动场馆这边会依照 中央的一个指引 那只开放四分之一的一个量的 让民众来使用 那在我们县内这边 我们除了小巨蛋之外 那宇球馆也会开放 但是在游泳池的部分 我们就不开放 那户外的运动场 我们就一律开放 包括篮球场 棒球场 网球场 这些场所我们都会开放 由于沙滩属于户外空间 按照防疫的规定 并非禁止聚集的空间 不过警方还是呼吁要少出门 少聚集 才能够保护好自己 希望在这段疫情紧张的时刻 大家都能够多配合 防疫规定限制户外10人以上的群聚 但为了避免可能的散播 远警还是会定期前往各大沙滩 劝导细水的民众 不要多逗留 记者 陈荣誉报导